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来 金家所有的家产都在这里了 我早就知道你们大家都留着他很久了 不过当时因为丧事还没做完 我不忍心睡了他 现在尾七都已经过了 想留回也没用 正所谓富贵身外物 儿女眼前冤 好了 你们要分就分 散就散起 不过 我有一句话要问问你们 你们想怎么分 你们说吧 怎样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你说怎么就怎么办 你呢 我都不知道 手掌也是肉 手背也是肉 你怕你会偏心吗 你们又怎么办 我不知道 你说怎么就怎么办 为什么不出声 不出声就由我分了 这张是律师和会计师做出来的清单 你们大家听着 我说说 各公司的股票三百五十万 现金八万零六十五元 另外乡下有一间大屋和五十畝田 这间屋和田我就不分的 如果你们要分就等我死了才分 至于这些股票 就是你老爸生前 因为那些朋友给面 每逢开公司 就送回那些股票给他 其实就拿不到钱的 哦 原来没钱啊 那份有什么用呢 好了 现在逐个来拿 现在这些现金 这二万元 就是你和梅娜一人一万 这二万元就是你的 你是二万 早知道分这么小 不分好过分 什么 你居然说这些话 你可谓不要面了 我一生都以为你把口坏 想不到你的心还坏 好笑了 我怎么坏法 我是金家的人 难道我说句话也不行吗 什么 你是金家的人 你不配做我们金家的人 你不配 你车 你走着 我告诉你们 下个月我就搬回家 一两下 这间大屋呢 我要交回政府了 希望你们大家自立门路 各奔前程 也好是 我愿意 我就把刀在太阳 就这么了 這就完了,現在只剩下我一個 要你死而有志,現在就不會眼底了 老太太,你不用那麼傷心 這些錢我不會要的,你要分享一下就帶我去 我們一起回去吧 老太,這些錢我們都不要 你去哪裡就帶我們一起去 我們願意永遠都和你一起 不要了,你的人這麼本事 你又有你媽媽照顧你,你不用跟我 老太難過,只是這樣,慢慢就算了 七少爺,踢電話